作詞曲 李宗盛 煙雨 煙雨 今夜窗外又是雨 煙雨 煙雨 看到煙雨相見 我時知多少 哪裡去尋找 把回憶忘掉 愛運變方向 只愛的幸福要你自己 努力地去尋找 好小子 好久不見了 還是那麼瘋啊 好不好 當然好了 有煙生的國際牌的老好人照顧 哪有不好的道理啊 煙生呢 他在家裡做準備 晚上給你接風啊 他老婆呢 嗯 跑了 啊 等下兩個孩子跑了 煙生跟他太太 到底怎麼回事 唉 他老婆本來就被爸媽灌壞 再加上煙生也蠢 就越來越不像話 成天就想當明星 壞就壞在這兒 好 好 導演 媽 導演 爸爸導演請坐 導演請坐 我還招呼客人 您請 請坐 請導演抽菸 導演 我出水子 導演 製片 我們下部戲裡那個角色 這個你放心 我們下部戲裡主角 一定是你 什麼了不起 想當初我紅的時候 他不知道在哪兒呢 好啊 不提當年勇 不同啊 人家是自己出錢當主角 我們大華靠他吃飯呢 有什麼了不起 大不了我找個凱子 也自己出錢嘛 沒有用 你紅的時候 人家給你錢 你不紅的時候 你給人家錢也不行 你 這就是電影 前些日子 有個明星 自己花錢 花了將近兩百五十萬 拍了部片子 什麼什麼 什麼花 什麼 名字不必管他了 光是宣傳費 花了一百五十萬 又找了個老凱子 替他買了五萬張票 算來算去呢 整部片子才賣了一百五十萬 站著我們製片的立場呢 這當然是賠錢了 可是觀眾 他怎麼知道賠錢呢 現在這個小姐 已經是百萬大明星了 小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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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晚了快去睡覺 小媛 有什麼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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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为什么妈妈他们常常跳舞 你都不跳呢 爸爸还有很多正经事要做 如果爸爸也去玩的话 你们吃饭读书那怎么办呢 爸爸最棒 明天早上还上课 早点睡 嗯 爸爸进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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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拉我 再见 再见 慢走 再见 我们走了 导演 以后常来玩 导演 我们会来可拜托你了 没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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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 拜托你了我们女儿 一定 没问题 没问题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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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走了 王副大 再见 慢走 游小姐 伯母 优雅小姐 老伯您好 久仰 谢谢你为我幕后代唱 哪里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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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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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昱成 我们到后边收拾收拾去吧 好 你站在那干什么 阴阳怪气的 这算是个什么样的家庭 你看看你都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朋友 什么样的朋友 都是我的导演制片 怎么 你看不惯你 我辛辛苦苦的在外面转 你却到处贴钱当明星 你别忘了 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你以为你长得漂亮 他们是看中了我赚了钱 你说什么 你赚来的钱 你什么时候开始赚了钱 你不要忘了 这座房子还是我们家的呢 没有我爸爸 你有今天呢你 我 我李幻生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不必再提这件事 你是个中国女人 你应该做的是家庭主妇 不是电影明星 那就对不起了 我的兴趣就是当电影明星 我决定的是谁也改不了 如果你看不惯的话 离婚 就这样他们夫妻失和了 那后来呢 有一天 有一天 发生了什么事 妈妈 妈妈走了 岳母 坏生 对不起你 都怪我们把她给重坏了 岳母 岳母 这个事迟早会发生的 自从我只生来到这儿 岳父对我的提拔 和您对我的爱护也够了 我能有今天就是您和岳父给我的 慧蓝跟我的事 你也不要抱歉难过 因为我心里早已经有了准备 慧蓝在的情况下 我住在这儿是应当的 现在走了 我想 我应该离开 坏生 不 不 岳母 我是个男人 我觉得 我应该自己出去闯闯吧 我哥们总是在岳父的扶植下生活 我能用我的双手 来闯我的事业 和养育我的孩子 对 对 幻神 有你这种女婿 我感到很光荣 可是 我担不起这个福来 我不再多说什么了 任何事情 你觉得对的 你就去做 即使我不是你的岳父嘛 可是我还是两个孩子的外公 啊 好好干 就这样 幻神离开岳父家 一个人出来到天下 两个孩子 交给妹妹在抚养 亲自督导监工给你布置点 哦 幻神正会照顾别人 他自己怎么办呢 你放心好了 我们公司有个女秘书跟她挺不错的 真的啊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哎 嗯 嗯 嗯 春夏 都好了 就等他们来了 我真不晓得 这个人到底有什么魔力 会让你这么高兴 待会儿你看看就知道了 他们来了 我躲起来 一当 进来 这边 往哪走 我的姐姐 我有两个外号 你怎么偏偏叫我这个 国际外的老好人 对了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就是季春霞季小姐 他就是义章 好了 现在我们就吃饭 来 来 干杯 你喝的 你喝的差不多了 不能再喝了 人生难得几回醉 我所有喜欢的人都在我身边 今天就醉一次又有什么关系 好吃 那要再喝了 你喝醉了 谁送我回去呢 我死了 你就回不了家了 反正有他们两个在 他们会顺路送你回去的 干杯 来 来 来 好了 我不送你们上去 谢谢你 任全 什么话 好好休息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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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住三楼 我也知道 你住在二楼 你刚来 什么都不熟 有什么需要的话 尽管来找我 谢谢你 在这种楼里我也只认识你一个人 以后还请你多照 嗯 不要客气 一定的 我先谢谢了 来了 对不起 有事吗 我忘了带牙膏 这么晚了我不知道上哪去买 你能不能 请坐吧 我去拿 我去哪 我去哪 什么事 他母亲病重住院 什么病 心脏病 你马上给我订你辆车票 我陪他一块去 那山水公司总经理要来台湾 你赶得回来吗 对了 等你老远跑来我不再不太好 这样吧 你陪他去一趟 我还到高雄接船 飞机票都买好了 我还打电报通知你妹妹 要她来飞机场接我 那怎么办 叫一张去好了 反正他刚来也没事做 对对对 叫一张陪他去 你马上交代会计主任 打成支票交给春霞带火去用 车下 别难过了 想开点 我妈的命真苦 三十岁 三十岁就收过 收到我大了 可以再赏点福的时候 他就死了 他在的时候 我不觉得怎么样 他死了 我才知道我多么的需要他 虽然伯母不在了 万事会照顾你的 他正在做跟你结婚的准备 我知道 我也想过 可是 我不可能嫁给他 为什么 为了他两个孩子 在你没有到这儿以前 我们相处为一段日子 我发觉我不是一个好后母 我跟坏生之间 一直有道阴影在隔着 我没有做后母的经验 现在孩子大了 知道这个妈 不是亲的 一定会有隔阂的 这种日子 你说会幸福吗 那你打算怎么办 就是因为他对我太好 叫我没有办法跟他开口表示 我希望 他们再找一个好女朋友 不然的话 我只有再交个男朋友 让他死心 为大家好 我只有这样做 我了解 我完全了解 你 刹那间 打进我心天 你 短暂间 等着我情歌 你 你 轻易地 等到我的爱 你 把我的心 沾满 轻易地 变迹 针不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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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爱我永远 让我们相爱我们相恋我们快乐在美丽天 小云小月 王叔叔来了 你们有没有叫他 王叔叔 顽皮豹 想不想王叔叔 我已经是大人了 你看我连眼睛都戴了 你还叫我顽皮豹 不给王叔叔亲一个 不要 给人家看见了 会误会 那多不好意思 王叔叔 你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找我爸爸的 对不对 嗯 什么时候走啊 25号 等王叔叔把事情办完了 咱们就走 这些小事你不要找我 去找季小姐办 季女叔今天没有来 今儿个不是礼拜天 不是 今天礼拜二 怎么唱起空城记来了 那你就先去吧 我打个电话 进入开 我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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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电话 喂 你是哪位 我是冠生啊 你没有出去啊 嗯 我 我不太舒服 不严重吧 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头有点疼 好 那你大概是心情不好 那就休息吧 反正这两点公司没有什么事 你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谢谢你 再见 再见 他迟早会迟早的 不如找换身谈谈 我想他会原谅我们的 春夏 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好 我 我 是不是要钱用啊 有很多事 是没有办法用钱来解决的 你知道吗 我想 人死是不能复活的 我了解你的心情 伯母已经过世了 你整天闷闷不乐 也无助于事 公司里最近不忙 你多休息休息 过几天振作起来 我们一块打电下 两点钟 我要到开发银行去见他们总经理 我先送你回去 你跟他怎么说的 我不忍心伤他 我说不出口 迟早都要说的 你要拖到什么时候呢 谁 你去躲一躲 小姐 打扫房间 你等一下再来好了 您叫我 你到花店去给我订一搭最好的玫瑰花 顺便请林先生一道去 林先生根本就没来上班 你不能光抱怨我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跟他讲 我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你叫我怎么向他开得了口呢 文艺上不是跟你一样 人 不能一脚踩两只船 你现在告诉他 让他死了这条心 如果让他自己发觉了 那我们以后怎么见面 怎么又来了 进来 对不起 我是用过这儿 你们聊聊 我 我走了 再见 我们是朋友 一辈子的朋友 人在一起是个缘分 两个人的结合是命运 命中注定是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幻生 你骂我 你为什么不骂我 不 舍不得 我舍不得骂我喜欢的人 连义仗 我都不会骂他 因为我把他当弟弟看 我喜欢看了他开心 如果我一个人痛苦 能换得两个人的快乐 我换了 很值得 你愿是宽厚 我也觉得对你内疚 我更没有脸见你 我要离开这儿 不 这就不对了 事情既然发生了 就应该有始有终的做下去 因为这不是一件坏事 我们像以前一样 大家在一起工作 我是个家长来主持这个大家庭 让大家都过得好一点 那是我的理想 我会像以前一样对你 有什么事 你尽管告诉我 能为自己心爱的人做一点事 也是幸福的 你说对不对 给我这个最起码的机会吧 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快乐 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好后悔 不应该这么做 可是你已经做了 不过没关系 我不会缠着你的 打从开始你就不负责任 你对朋友内疚 我未尝不是 一个女人最需要力量的时候 你不但不挺身而出 反而在逃避 一切都要我来承担 没关系 我是自作自受 可是现在我看清楚了 你不是我想象中的男人 算我看走了眼 再见 出手 不要再叫我 我看不起你 出手 我不要再听到你软弱的声音 出手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出手 算我相了眼 出手 你回你朋友的身边去吧 我们的事情过去了 我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今天风好大 好像有台风来 有台风最好了 为什么 台风把铁路吹坏了 火车不能走 你就可以坐飞机了 你真没有知识 有台风 飞机一上天 就被台风给吹跑了 反正要跑 风吹得更快 你这种人 就应该让风把你吹到非洲去 被非洲土人吃了 姑姑 我不要坐飞机了 不怕 今天没有台风 走吧 来 春夏 这段日子的相处 我不能说对你没有感情 然而 站着做男人的立场 在面对你的时候 我必须要理智或坚强 不然 不就乱得一团糟了吗 我以前受过打击 但并没有改变我对爱的看法 春夏 我现在说什么 也形容不出我的心情 我只好暂时地离开 我相信时间会使一切淡忘的 别为我难过 我会安排我自己 也希望你能够好好地留下来 等这段日子过去 让我们再一次地 一块为前途和将来而努力 对了 我妹妹爱莲和孩子要来了 我不在的时候 麻烦一张带带她 答应我回来能看到你们 这是我真正发自美心的话 换生 哇 这里的房子好大 你别大惊小怪兔豹子 乖不要叫 我来介绍 你好 我来介绍 这是换生的妹妹 林一张先生 你好 你好 换生不在 她叫我来接你们 谢谢你啊 林先生 真漏气 刚才坐飞机 我还吐了 真不舒服 我先回去休息了 麻烦你送他们 乖 进来吧 请进 来 累死了 哎 林先生 谢谢你啊 不客气 我把行李拿进去 我很累 我来 我来 谢谢 好累 这边走 哎 我们到房间去好不好 好 真是不好意思 哪里 这边 会不会太重了 我们家的鹦鹉越长越大了 哎 好漂亮哦 家里空空的 就我们三个吃饭 哎 林先生 你今晚来吃饭吧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的菜烧的不错哦 再说你来了 我们也可以热闹些 好 臣子 伍女将在这里 啦 闻 那 咱 咱 咱 我去找你 喂 我任全 任全 我是春夏 我有点事情你帮忙 我在莱文卡普京等你 你来一趟好吗 好 我马上来 再见 是谁打的电话 是不是我爸爸 不是 任全打电话来说他有事不能来吃晚饭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我有第六感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每个人都怪怪的 都是因为我 怎么说 他人在生我的气 为什么呢 因为 我抢了他女朋友 哎 这小子抢了我爸爸的女朋友哎 嘻 你这人真直爽 肯说老实话 能不能把这段爱情 再详细点告诉我呢 有误会开始 莫名其妙 稀里糊涂的又结束了 哦 这大蛮现代的 女孩子啊 就喜欢你这种诚实的现代人 哎 你孩子喜欢 我爸爸可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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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不如用 一切 你的亲 都会 еще 对 给 launched 收 好 走 走 走 先生 你喝点什么 白兰蒂 或驾驶 慧兰 你喝醉了 慧兰 我再怎么笨 也不至于认不出我两个女儿的母亲吧 慧兰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是做电影性的下场 Merry 哎 来了 Daddy 这说话不方便 六点下班 我们再谈 欢声 我这样叫你 你不介意吧 当然可以 俗话说 一日夫妻百日恩 即使是分开了 也应该是很好的朋友才对 我不想提起过去 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孩子们好吧 好 很好 我不期望见到他们 我不期望见到他们 因为 我已经失去了这份刺客 孩子是你生的 如果你想孩子 随时通知我 我来安排 我没有眼见他们 那我想 那我想吧 我要折磨自己 离不我的过失 如果方便的话 寄两张孩子的照片给我 我就满足了 好的 我一定记 这给你拿着 好 好 虽然不懂 你去哪儿 我能去哪儿 还不是乡下的那个老家 站在好朋友的立场 我想全面几句话 换成那国际牌的老好人 他又不是不了解 他不会计较这些的 我晓得 从表面上看 他不计较 是因为他修养风不好 但是 他心里不会好过 以前 大家好自然 好开心的在一起 现在不同了 大家便没见面 见了面 有的美疚 有的伤心 尤其对幻生这个老孩来说 那是不公平的 我走能使局面好转 时间会使一切淡忘的 也能让义章不受任何影响 发展他的理想和抱负 这两全其美的路 能消除幻生和义章之间的个蛋 让他们和好如初 让他们和好如初 也可以说是我唯一的朋友 我走了以后 希望您能跟我联络 千万不要把我的住处告诉他们 看在这么多年同事的份上 成全我的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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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我看你好像很不开心 没有 是不是因为我哥叫你陪我 你觉得很烦 怎么会呢 那你开心点吗 你说 怎么开心吧 我教你 你以前有没有来过这里 来过 看到这么美丽的风景 会不会觉得心情开朗得多了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更是我不舒服 我明白了 我带错了地方 走 跟我走 你要带我到哪 你就像个小学生一样 跟着我走就行了 我一定会让你开心的 喂 离山宾馆吗 是的 我这是台北 请你借601号房 李焕生先生 好 请等一下 嗯 喂 在哪位 我就是啊 我就是啊 你的房间不错吗 这都是你哥哥的杰作 你不是因为误会把我带来 再莫名其妙的把我送走吧 不会 你放心 想老实 你们两个人给我进去 进去吧 爱莲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不许你再跟李仪彰来往 哥哥我已经二十一岁了 你不应该再管我了 我不管你二十一二百亿 你是我妹妹我就要管你 我叫你不要跟她来往你听着就是了 什么理由 你不必问什么理由 是不是因为她抢了你女朋友 你恨她 是不是怕我嫁了 没有人给你带孩子 住嘴 我就是不许你跟这种无来来往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她 我剥了皮也认识这个骨头 一个不知上境的太花贼 喂 我是李焕生啊 请问你是哪一位啊 李先生 我是开源公司的张经理啊 哎呦 找你可真不容易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哈 李先生 那批货的款子啊 我们早就按期拨过去了 可是你的货却一拖再严 这什么意思啊 哎你要知道你已经违反了合约呢 我现在在家里有事啊 公事请你到我公司里面来谈 哎 你这每天不上班 我上哪去找你去啊 哎 你是不是诚心耍赖啊 你不要跟我这样说话 有事我跟你董事长直接谈的 以后你不要打电话到我家里来 你去告诉李焕生 哎 我这个人呢 是吃软不吃硬 哎 是他欠我的钱呢 不是我欠他的钱呢 这些话我何尝没讲过 可是他不但不提还钱的事 像吃了蜂蜡肉似的骂我吗 骂我吗 骂我吗 好 好 让他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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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给我盯住 让他马上给我们清账 哎 幻生来 幻生 嗯 嗯 好了 幻生来了 你们俩好好聊聊吧 哼 幻生 你这边冲动 请我解释一下 不必解释了 我们也不是三岁两岁的孩子 心里明白 幻生 你不能因为这件事情 伤了我们多年的友谊 什么叫友谊 你如果知道友谊 你就不应该一而再再而三做出这种事情了 我 我跟艾伦没有做什么 那是你嘴里说的 请你相信我 我们都是念过书的人 应该理智的分析一下 你不要满口冠面堂皇的把念过书挂在嘴上 亏你还念过书 有理智才做出这种媚着良心的事 你要是没有念过书 岂不是连你妈妈那么疯狂吗 幻生 你不能这么不讲理 更不能这么侮辱我 我侮辱你 还是你侮辱我 朋友之妻不可欺 朋友之妹不可污 你全做了 我还有两个女儿 你要不要 就好 你不能这么说我 更不能那么说你妹妹 我们是真真相爱 你为什么要阻止 相爱 你不是跟春侠爷相爱吗 他现在人呢 我看我妹妹将来也被我逃过这一套 你就看着老爷爷的份上 你就疯我的这一码吧 幻生 你太过分了 你不是我想象那么令人尊敬 你太处无关 君子成人之辈 你总该懂吧 为了我更新爱莲的幸福 你应该成全我们 你爱她吗 可能另有目的吧 要钱吗 只要你放过爱莲 可以贪呢 你说话不能杀害我的人格 你那得抽钱 我还没看在眼里 你说这动不是人的话 根本不配做朋友 我也不打算跟你说下一个人做朋友 我告诉你 这我妹妹你不配 等到游戏你能够做到我这个位置以后 再说吧 再见 好 好 再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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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先生 您醒了 我叫陈宗田 嗯 他是我女儿陈芝兰 嗯 就是他 开车把您给撞了 嗯 嗯 真对不起 请您原谅 没关系 哎 您被撞以后 一直昏迷不醒 嗯 我们也没法跟您说话 嗯 您是不是有什么亲戚朋友 要我们去通知他 嗯 嗯 没有啊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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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兰 你听见了 她连个亲戚朋友都没有 你怎么会把她给撞了 事情既然发生了 不管在梁先生道义上 我们都要负责任的 你要好好照顾她 知道了吗 我现在是不上不下的 任全 我拜托 有机会的话 请你帮我打听打听一张的消息 我不希望任何事情 就这样不了了之 因为我不是那样的人 最起码 你应该让我知道 我叫了一个什么样的朋友 我自己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 好 我会听你打听的 不要说为你 再说 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也应该知道他的下落 王律师 这件事你研究的怎么样 像这种情形之下 不必要打官司 订单 账目 还有收条 都是清清楚楚 他就是再狠也赖不掉 何况你手上还有他那么多股票 我们随时可以接收他的公司 我请你打开王仁前的电话 你打了没有 我打过了 什么事那么急 他就是这样 不是 我在人家公司做事 现在不能去了 总应该有个交代 你不是说你没有朋友吗 我就那么个朋友 也是同事 将来我还有很多地方麻烦他 将来 这个你放心 我爸爸已经决定 把你接到我们家里去住 我们会负责到底的 谢谢你 医长 不要紧吧 没事 好多了 你怎么住院半个多月里 也不通知我们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必麻烦你 这什么话呢 要不要我通知换生 不要 要不要我叫艾连来陪你 不 不必 我 我 你没有打听到一张的消息 有 他在哪 他 他 他出了车祸 他信怎么样了 情况还好 不过 他不要我告诉你们 他在哪 是你要我帮你找他的 我怎能不告诉你 他的中心证所 106号 公司银行户头里还有多少钱 只有三万多块钱 这张票子 你移一张送去 好 我正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你不必说什么 我了解你的心情 你真是国际牌的老好人 不管怎么样 朋友一场 听到他撞车 喜悦 难过得很 你请我跟他 你放心好了 这点事 我办得到的 你找谁 我是来看 灵异张先生的 对不起 医生交代过 他不能见客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别忘了 义章也住在我们家 要是他呢 人家才不像你这么无聊呢 没事还在家弄这个 二十五六了也嫁不出去 我看恐怕没人要了 别替古人担忧了 有人要我 我也不一定看得上 不怪我 不该把你送到国外去念书 书念得怎么样不知道 把眼睛都念在这儿来 眼光过高 你会吃亏的 吃亏 吃什么亏 浪费了青春 二十五六了 连男孩子的手都没有拉过 你不吃亏 谁叫你那么疯了 好好好 你老实 你做一辈子老处女好了 我就要做一辈子老处女 怎么样 哎 那你就不孝顺了 爸爸这么大岁数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你要是结了婚 我就可以把事业交给你们了 爸爸就可以退休了 你现在退休吧 交给我好了 哎呦喂 知子莫若富啊 就你那个性跟脾气啊 三天不关门 那才怪呢 那你要交给谁啊 哎 我看一张不错 少年英俊倒是个好女婿的料 哎 你有意思没有 嗯 没有 嗯 口是心非 你别乱说话 嗯 当就把你嘴疯起来 嗯 老婆 哎 你怎么起来了 我想起来走走 偷偷空气 哎 吃啊 嗯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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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出去 好点了吗 好多了 来 好先不要 小云 小云告诉我 你没有吃晚饭 为什么 我不饿 你不要这么想不开 自己身体要紧 你不要这么想不开 来 你不要这么想不开 你不放送烤 我喝醉 你喝醉了就少喝一点吗 你女人出去 让我们男人聊聊 什么男人女人的 你命令我我就不出去 我不命令你 求求你 可以吧 那还差不多 你病刚好 少喝点 你看 我这个女儿就这么任性 是我把她惯怀 说起来 她也并不难弄 她是吃软不吃硬 这个我想的 议长 我不会兜圈子 不过我看得出来 这男人很服你 他对你是非常例外 老婆 你喝醉了 其实我没喝醉 我只是借着酒 壮壮胆 想跟你谈谈 老婆 您有什么事 尽管说好了 你知道 我这么大年纪了 也应该退休了 也应该回家 陪陪老伴 想想清福 可是公司里这些事情 我又放不下 我也不能把这些事情交给芝兰一个女孩子 我要是有你这么一个女婿 那就好了 公司来电话 说出了问题 那你为什么不叫我呢 你骂人骂累了 在睡觉 我怎么好打扰你呢 不能再拖了吗 不能再拖了 拖不下去 那银行贷款呢 条件不符合 他们不贷 还有这层房子 任全 你就做主吧 我晓得 我晓得 我看 我们再想想办法 我真不放心 你一定要去啊 我跟人间约好了 怎么好意思不去呢 爸爸 老婆 我想出去一下 你 没问题 小心点 老婆 我走了 再见 干什么 吹什么口哨 你很孝顺吗 我本来就很孝顺吗 是很孝顺 不是孝顺我 是孝顺别人 你胡说八道是吧 你胡说八道 当心我把你的牙打掉 牙打掉了 我也得说 我活了六十多岁了 我养了你二十多年 你什么时候给我穿过衣服 我腰疼的那样 你什么时候扶过我一把 到底是念过杨树的人 爱情胜过亲情 幸亏你现在还没结婚 你要是结了婚 我只要到养老院里去晒派 我今天会打你不客 咱们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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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跑 你不要跑 你不要跑 你早来啦 早来 走 人家 好久不见 好吗 还好 你身体怎么样 差不多全好了 这是活不单行 过去就好了 换身好吗 我约你 就是为了换身的事情 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和争吵 朋友总归是朋友 站在做朋友的立场 不能眼看着他垮下去 他怎么了 他现在面临了很大的危机 即将宣布破产 我来跟你商量个办法 你要我怎么做 你住在芝兰家里 有机会跟他爸爸说说 换身的债 给缓一个时期 不然换身的事业前途就全毁了 现在就只有你能够救他了 你找 看在我们多年老友的份上 忘记坏的 救救他吧 谁叫你啊 年轻的时候不老实 找不住了吧 你那个臭嘴 再来 试试 你回来了 老婆 我有句话说 什么话 你说吧 我想求个老婆 对象是你 可以吗 爸爸 怎么 什么毛病 一张说 他叫我不要做狼处女了 各位同仁 几年的相处 是我们情同兄弟姐妹一样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大家 情势所破 我非说不可了 我们公司负债累累 已经面临到非解散不可 都是我没有真正负起责任 希望大家能原谅我 过去相处的感情 真是使我舍不得分开 我想大家也会体会得出我的心情 但是为了大家的前途 我不能再脱了 总之 我会永远记住 大家对我的帮助 我会永远的怀念 这份真挚的友谊和感情 谢谢 谢谢 总经理 各位好消息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是议会公司新上任的总经理 林毅章先生他打电话来说 我们公司欠他们债务可以再拖一年 再拖一年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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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董事长 我们去机场吧 啊 嗯 好 那我们走吧 是 我来 我现在要想想轻浮了 今后全要看你们的喽 你们有你们的生活 我有我的生活 总之 大家过得开心呢 过得开心 嗯 爸爸 你真的开心吗 开心 很开心 大家都很开心嘛 因为你要离开我了 你不要装了嘛 孩子 这些年了 你一直跟着爸爸 现在我走了 我实在放不下这个心 你好好地跟着宜仗过 我 你的幸福 就是爸爸的快乐 好 稍后不走 我们走吧 对不起 请问变形局在那儿 就在前面 对不起 右转就到了 谢谢 好的 我尽量想帮他来 我现在就去请假 进来 换生啊 嗯 我来跟你商量点事 什么事 你说吧 如果公司不太忙的话 我想请两天假 好 你请二十天假也有什么关系 你挨到哪儿去 到哪儿去 哎 要不要钱用啊 钱我不要 只要你里边六里边天哪 放我到乡下去跑跑就好了 没有问题了 你去吧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们是老朋友了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真丢人 我怀孕了 是义章的孩子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有什么打算 拿掉 不 这样不好 这种残忍的事情 我们是不应该做的 那么怎么办呢 生下来 啊 有没有我想过 有一个女孩子 怎么抚养她 再说 我有没有做事 有我 啊 你 你 我不是称呼打劫 今天来的相处 我对你的感情 是不会因为这些事情 而打一点折扣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 要承担抚养这个孩子的责任 因为 因为 这孩子 是我所喜欢的人生的 我 你去 你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住我告诉你的话 要坚强地站起来 有事就拨个电话给我 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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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我这个做哥哥的因为自私冲动而错怪了一场 让你连带的受了许多委屈 我的歉意憋得心里很久 在你临走之前 我一定要说出来 原谅哥哥 哥哥 一切都过去了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没有过去 这件事情在我心里 永远不会过去 因为 你的幸福是回到我的手里 我的目的不是要破坏人家的家庭 因为基于私心 我会安排你和一张剑最后一面 让你们两个当面解释清楚 聊聊你的心愿 聊聊他的心愿 也聊聊我的心愿 时间到了 你怎么还不穿衣服吗 你磨过什么吗 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太多了 这趟请来请去的日子 我适应不了 一张 你这人是怎么搞的吗 怎么连一点人经事故都不懂呢 人家请我们是看得起我们 再说 像我们这样身份地位的人 交尽应酬 总是难免的嘛 你还得做生意了 我们做那么多生意 要是天天请客 不吃泡了肚子才怪 好了好了 别放牢骚了 做一天和尚 敲一天钟 你现在是上流社会的人了 交集啊 是避免不了的 我会想到你 义长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的好 我知道 我知道 劲得不严重 坐 万事 一切都没问题了吧 没问题了 义长 谢谢 好了 姐姐 我们不是说我劲得不严重 我是个做哥哥的 我对他呢 有很多的愧欠 他唯一的愿望 就是希望能和你见最后的一面 我又不能替他转达 这是他地址 如果你有空的话 希望你去看看他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想跟你打听件事 希望你能够诚实地告诉我 什么事你说好 我这人不会撒谎 可不可以告诉我 义长 跟个叫什么 爱怜的女孩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啊 过去的 已经过去的 你还提他干什么 不 我好像 我好像 有被欺骗的感觉 你别这么想 每个人都有过去 尤其是像一张 这么样的 一表人才的人 已经三十岁了 怎么可能没有过女朋友呢 这种事要看得开 越想越是窝囊 别想 我真没想到 一张这么划 你好吗 你想我会好吗 我真想不到 又能见到你 听幻生说 你身体不太好 我敢来看看你 以后我不能再来 答应我 为了你自己 好好地过下去 我会的 梦文忠悠醒的时候 我该醒了 我不多说什么了 祝福你 我走了 再见 你冷静地想一想 这不是吵架的事 我告诉你 我什么都能忍受 就是不能忍受 人家欺骗我 我不是有意的 再说这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了 在你来说是过去 在我来说是开始 那你打算怎么样 我要公道 要公平 事情发生过就是发生过 恐怕公平不了 那也不见的 我不会吃亏的 我已经回敬你了 这话怎么讲 我也交了男朋友 跟谁 跟你的好朋友 王仁泉 医长 什么事 你别吞吞吐吐吐的了 告诉你 换身 我不知从何说起 我不怕你笑话 我戴了绿帽 啊 这 怎么回事 真痛苦 又丢脸又生气 啊 这个我最懂了 能不能详细的告诉我 真想不到 这个绿帽子是人权给我戴的 啊 人权 这不可能的 人权怎么会呢 我说真的 想不到吧 是知蓝亲口告诉我的 错不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医长 忍着点 别闹出去 让人家笑话 咱们这几个朋友 竟用这种事 也许不是真的了 人权那儿我会说的 学学我的人生哲学 得饶人处 且饶人 小姐 已经十二点了 我们要打烊了 一说 一说 延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个好人家的丈夫成天半夜三惊的在外面跟女人死泡呢 你打算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我给你守复道 你自己呢 我没做错什么 那我也没错 你不要强词夺理 你还他妈念过书了 我真不明白你的外国学士留到哪去了 那我就更不懂你的硕士是怎么得来的 满口粗话像个挑大份的 好 好了 不要吵了 可以 我也想睡觉 明天我出差 出差的理由想好了吗 为公事 好 我们礼尚往来 你走了 我也不会在家 你太过分 人不要脸 谁也拿他没有办法 你才不要脸 谁不要脸 他不要脸 这混账秃宰 小声一点 他自己水星羊花藏星乱胆的 认为别人都是这样 这还叫朋友 你别冲动 也许这里头有误会 如果没有什么事应该解释清楚 换生 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 我会是干这种事的人吗 今天他很沉重的告诉我这件事 我就不大相信 所以我约你出来 没有最好 这儿不好说谎 你回家去 打个电话 跟他单独谈谈 必要时候 叫我出来 我来给你们解决 喂 我找林一张讲话 他咋去了高雄 我要揍他 我拿他当朋友 他不是好歹人 乱他妈把我身上栽赃 王先生 这 这都怪我不好 是我跟他吵架 讲气话 没想到把事情弄成这样 实在对不起 等他回来 请你转告他一声 不要以小人之心 赌君子之父 接通了没有 接通了没有 还在讲话中 接通了给我接上来 王先生 实在对不起 没关系 过去就算了 只要我良心上过得去 管他怎么去想 管他怎么去想呢 当初我也绝不会要这个家 如果我知道 我的丈夫跟人家约会完了 再打电话回来 那我宁愿不要这种丈夫 你知道我多么喜欢听到这句话 现在终于听到 好 谢谢你 一句死 别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又来了 我有话跟你谈 这里说话不方便 你到海边等我吧 阿脸 我是来告诉你 我过得很不开心 宇章 你不能再来找我吗 这样不好 你要忍耐 我一直忍耐 我现在实在忍不下去 我管不了那么多 这样过得太苦了 宇章 我过得会比你好吗 宇章 你是结过婚的人 我们之间已经失去爱人和被爱的权利 我们把这份感情埋在心里 不是很美吗 不 我还是会回来的 不要这样 不要 不要再劝我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真不知道 该怎么说才好 这些事情 都是因为我而起 事实在对不起 层层的误会 而造成今天的后果 我希望能帮忙 但事事白的眼前 我想帮我帮不上 李先生 不要再说了 总之 谢谢你来看我 好 有什么事情挂个电话来 我随时效劳 谢谢你 人不可貌相 越是长得像人的人 就越不做人事 你 你别直接骂狗 我没有直接 我直接骂的是狗 哪一个受过教育好人家的女孩子 像你说话这么磕薄 破辣 你没有家教 我没有家教 谁没有家教 我没有逼你要我 求婚的是你 为什么有家教的人 要向没有家教人求婚 难道又是目的 你们不就有几个臭钱吗 有钱多的是 有几个整天向你讲这种话的 对 真是没有几个人像我 像我这么傻 上了你的沟 进了你的圈套 真是没有想到 在这短短的日子里 居然就露出了你的狐狸一巴 我告诉你 你不要再说了 人的忍耐里是有限的 现在 我说什么都不对了 反正你已经得手了 任你摆布了 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 客气 你早就是预备好了 除非你怎么说 我知道该怎么做 告诉你 你就是有目的 你就是为了要钱 来 走 明儿哥 我约一张 一道吃晚饭 你们两个当面心平气和的台 跟这种憋仨还有什么好谈的 店里面就打了一顿 哎呀 好了 好了 都这么大人了 干嘛还可以打呢 你又不是猪联邦的 再说他长得虎头大脑的 像个大狗熊似的 你也不一定打得过他 谁跟他动手啊 我拿个烟盒钢 照他脑袋上给他开调 哎 算了 算了 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有什么说不开的 啊 看到我的份上 没有个见面可不许冲动哦 哎 我是来做和事佬的 可千万别叫我到法院去做见证人哦 各位董事 各位同仁 在这一年里 有各位的协助 让我来主持这公司 有现在的成绩 我非常感谢 今天我宣布 辞到这个总经理的职位 也许有人认为我的资历跟经验 不配做这个职位 这些对我来说 都不太重要 因为我要离开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适应不了所谓上流社会的圈子 我觉得我应该回到平淡而真实的生活 一个男人最大的悲哀 莫过于被人看成吃软饭 这口饭 我吃不下 男人志在四方 像今天的中国有几个人饿饭 我常常看到一些摆面摊开汽车的 他们有足够的收入来供养家庭 教育子女 甚至于在工作之中 甚至在工作之余 也可以看看电影 逛逛公园 我个人觉得 这种生活 比较扎实 比较开心 所以 所以我决心 为了自己活得更开心一点 我让出一切 姨丈 姨丈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要说的 我听得太多了 你这样走 我不答应 腿长到我身上 你答不答应 去跟我律师谈吧 姨丈 你再想想看 不必想 一个三轮车夫 你让他去开飞机 迟早会逝世 我在想往石城大洋楼 我还是回去住我的平房 那样 我可以睡得安宁一点 taxi 再见 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谁打来了电话 芝兰打电话说 义章去找艾莲了 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们 是因为误会 而阴作阳差地犯了许多错误 不晓得这错误 将会要错到什么时候 现在 已经到了一个完结的阶段了 幻生 这几年来有你的帮助 我真不晓得该怎么感激你才好 现在 我也要走了 走 走 走到哪儿去 我不想再瞒你了 我接到了春霞的电报 他要我去 春霞他 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你还记得 我每个礼拜天都到乡下去 为的就是去看他 他的生活 也是我负担的 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要生产了 你的意思 你要做爸爸了 虽然我不是生父 可是我愿意做养父 是一张的孩子 要不就等于是我的孩子 是一样的 我一直瞒着 是因为我不愿意破坏一张的婚姻和家庭 他不知道 不就等于没有这回事 他也不会痛苦 我愿意挑起这个蛋 现在春霞要生产 他需要我 胜过你需要我 你不会不放我走 不 我还是那句老话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不必多说话 我还不了解你 国际派的老好人 有时赶紧打个电报来 我会想你的 芝兰最可怜的 大家都散了 这只有你 有空去看着你 我会的 我会的 你去吧 祝你幸福 一定幸福的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爸爸来了 妈 回头爸爸 我会的 我叫他们煮了鸡汤 你每天要按时喝 没我的允许 你可不准下床 你的身体太弱 一定要好好做月子 剩下的事情啊 我会做 你看 我买了本预音指南呢 在车上我都看了一遍了 喂牛奶 换尿布 我都会了 现在就咱们三口了 咱们要好好过下去 小小姐和小人心 平山一闪小天心 满面都是小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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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名字又来了 我来告诉你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你靠近一点 快冲啊 你再靠近一点 快说吗 我回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